结婚产业发展成熟 不过这里面还有一块没被开发的蓝海 为了抢供婚礼市场的千亿商机 以餐饮起家的婚姻会馆 2015年斥资12亿 打造全台首间科技互动的宴会大楼 越来越多的硬体设备在升级 所以我们的天上会有天上降下来的千水 地上会地上升起来的星光大道 目的就是让主人家星人跟宾客 可以很快速的互动 婚宴会场里头还有许多具有巧思的设计 像我坐的这台缆车 就可以让星人像是巨星般进入会场 随处可见的触控萤幕 更是展现了高科技的应用 婚宴会馆还内建这台互动机 只要按下录影 就能够透过影音留言给星人祝福 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不外乎就是爱上网 参与这个社群网络 还有平板触控 那在这么激烈的竞争市场之下 你要让年轻人喜欢你 甚至他们的爸爸妈妈喜欢你 你一定要贴近他们的生活 多元化需求的趋势 婚宴会馆更创立了一阵式的婚礼服务 平均花费四十万元 就包含了婚宴和拍照 共七套礼服 二十组婚纱照 二十桌宴客 五十盒洗饼 全套的婚固服务 平面加摄影记录 一百五十份席帖和享受海岛教堂般的仪式堂 其中婚纱 洗饼和婚固 全是由婚宴会馆自行创立的品牌 我们自己创了四个品牌 非常的辛苦 但我们相信这是对 这些品牌都是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经验 目的就是希望让新人 可以有一个很完整的一站式的婚礼服务